一个简单的镜头让你明白 3.5升的路特斯并非善类 走吧 试下去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拍一辆路特斯的Amera 你可能在想了2024年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拍一辆纯汽油的车 那为什么路特斯还要坐一辆纯汽油的车 那今天我们就来领略一下汽油车的美感 这辆车可以看到 它定位是一辆两门的中置后驱跑车 405马力 它应该是寄认了它的上一代Evora 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升级 那我们先看一下外观的美感 首先就是这辆车你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这个蓝色 同时它的这个外形 按照路特斯自己的想法 就是用小跑车的钱 能买到一个超跑的外观 真的这辆车的回头率真是太高了 你不知道我来的路上碰到了多少羡慕的目光 那它车头的曲线啊 除了这个很低矮很流线型以外 它的前击盖的造型 从空力上据说也是能够梳理流经车身整个的气流 来降低车辆的行驶风阻 它的前击仓盖内部其实是没有前辈箱的 是一个大大的前散热器 那为这辆车改善了非常好的散热 那再往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侧面有两个很漂亮的进气口 非常3D造型的那种 这个也是同时起到了一个 梳理空气和提高颜值的作用 它的侧裙也是有气流直接导向后轮的内侧 在后轮的后部还有两个非常有造型的开口 整体这个车的造型就特别像是它的大哥伊娃亚那样 如果说伊娃亚是一款张扬的概念车的话 那Emera就是一款更加平易近人的漂亮的小跑车了 我想专门给你们看一下ME的车尾 它的车尾造型真的是特别有辨识度 非常立体的造型动感的样子 而且下部几乎要形成了一个像赛车一样的双层扩散器 它后面呢没有大大的尾翼 还有一个透明的罩子可以让你看到发动机舱 那实际上这个压尾的造型就起到了那个大尾翼的作用 它让空气在流经发动机周围以后 从发动机这个玻璃罩子后面的小缝隙流出来 同时冷却进行温度 而且还能起到瞎压力的作用 这真的是一举两得 那它的动力呢其实有两个可以配置 周边给你们看一下啊 它的动力系统 哇我们打开看一下 在这儿就是这个大大的V6发动机的机械增压器 那这款车呢是3.5V6机械增压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2.0T的发动机可以选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只想要外观西方开的更爽的话 我建议你选V6的 因为只有这款发动机才可以去搭配手动变速箱 才能去搭配那个让车轮不会空转打滑的限滑差速器 那中置发动机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都知道很帅对不对 然后像真正的赛车一样 包括F1很多超跑都是中置 那实际上它还可以来优化传动效率 让发动机更接近后轮 而且呢前部我们可以留出更大的空间给散热器 这辆车它的配置其实真的不低啊 前后双插臂结构 中置后驱 几乎就是一个豪华超跑的平T了 手动变速箱的好处 除了这有一个挡杆可以让你去进行的玩耍 其实更多的还是给你人车合一的操控体验 另外在Amera上也是只有手动变速箱 才能选那个让后轮不会空转打滑的限滑差速器 那整个这个车呢 其实哎呀我看到这个Amera的内饰 我都感动的不行了 因为这个应该是路德斯迄今为止顶配版的内饰了 两块屏这还是冲摸的 这个反应特别快 而且内部的缝线啊 整体的这些东西 现在做的是一应俱全 甚至它的座椅现在完全都是电动的 你看它的前后是可以电动 椅背可以调整 甚至腰托可以调整 这两张椅子重量其实真的不轻 我忽然明白怎么让Amera从1.4吨减重到1.3吨 那说到空间实用性 其实这辆车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路德斯也是想让这辆车 在保证运动车的基础上有足够的实用价值 比如说它这有特别大的一个手套箱 是吧 然后两边也有门板上的储物架 中间有这个扶手啊 背架这些东西 其实储物空间挺多的 其实它的后部 在后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储物槽 我试了一下能放下我特别大的一个书包 所以这辆车如果你开着去购物的话 能买很多很多东西回家 那整体这么一个中置后驱的小跑车布局 除了样子很帅 做起来很战斗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优势 比方说它的散热空间可以做得更好 比方说它的发动机靠近后轮 车冲效率可以更高 另外还有一些好处呢 我们还是开起来说吧 重置后驱的优势 开上的一瞬间你就能感觉到 首先就是它的重心更加集中在车辆的中部 所以它所有的动作都显得更加的轻盈 不论是拐弯减速都一样 都会显得这辆车的重量又减去了好几百公斤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发动机就在你的身后 所以就好像是坐在你后排的一个非常吵吵闹闹的乘客一样 一直在那放声的歌唱 但是明明它才是这辆车的动力源 405马力的功率 在这个车上面其实已经非常绰绰有余了 如果以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新能源标准来看 好像它的四秒出头的加速并没有特别的惊人 但是你别忘了 它的动力是随传随到的 而且你永远不用考虑什么它的热衰减续航的影响 它的这台V6发动机3.5的排量 实际上是通过激增去迸发了更大的功率 那激增的特性按说是中部更强的 但这个车的发动机的特性特别有意思 它给你做出了一个自吸的感觉 比如说现在我挂了4档2000转 然后我踩地板油 你听到激增在努力工作 但实际上车辆没有什么动力 对实际上它的动力是必须到高转速区间才开始出来的 所以Amera有一个驾驶模式 这个驾驶模式不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Sport Touring Track 而是你用不同的转速区间就能切换到不同的驾驶模式 2000转2500转它就是小绵羊 但如果我们把转速激发到4000转以上的话 它就是大灰狼 它带给你的是一个双重的刺激 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推背感 再加上身后V6发动机和机械增压的合唱 也许你在车里听到的已经非常非常刺激了 但实际上Amera在内饰上做了一个非常强的静音的处理 刚才在车外我们就听到它声浪有多澎湃了 相信现在山谷里已经回响着这辆车的一个非常好听的合唱 所以加速数据真的并不是一辆车的一切 它所带给你的这种车和人去丝丝入扣的这么一种交流感 就好像是你们一起再去完成对一个弯道的侵略 这种感觉真的是一台中置后驱的运动车才能带给你的 那说到它的动力必须要聊聊它的变速箱了 你可能会觉得手动变速箱在现在的标准上面已经显得非常的老旧 非常的传统 甚至是好像所谓的低配车才有 但是一台装配的非常得当 非常精良的手动变速箱 能让这辆车的动力传达的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 其实像现在的双离合AT变速箱换挡也快 但是那个变速箱永远没有手动变速箱这样去完完全全由你来支配 自动变速箱是有自己的大脑的 手动变速箱的大脑是你 你可能觉得手动降挡很麻烦 这个车又没有像那种现在很多手动挡车加的那个自动补油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为了这辆车你会去精心的练习跟直降挡这个步骤 那一旦你掌握了这一点的话呢 你就会像漫画里的桃源透海一样去征服每条山路 而且副驾驶在心脏快被你跳出来的同时 也会被你这个就是纷繁复杂的无影手去折服吧 所以这种可能已经失穿已久的技术 但实际上对于你掌控一辆车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而且我多说一点 当你开一张手动挡车的时候 你大概率是不会把油门当成刹车 你踩不错 因为车辆去哪儿是由你的大脑直接去支配 就是这样一种思思入扣的感觉 那我们再说它的悬架前后双插币 真的是非常顶的配置 刚才我讲的就是这玩意几乎就是意大利超跑的平屁 哎呀我觉得它这个一点也不平 不是说价格 而是其实它的配置一点也不低 Lotus是什么人 Lotus可是多年的F1车队的参与者 而且它是很多很多厂商的车辆 一些他们顶级的运动车背后的调教达人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很多很多的非Lotus品牌的运动车 可能背后的那个精良的底盘都是由Lotus打造的 所以同样是双插币也好麦富逊也好 经过他的手这辆车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但是这辆Amera上面跟传统的Lotus就有点不太一样 它不是一个那种非常硬核的让你觉得难以接受的车了 它其实对于道路的过滤其实很多 还有呢就是车内的这个噪音也非常的小 然后方向盘的这个过滤也非常非常的多 让你感觉几乎就像是一个更接近电动转向助力的那个感觉 其实它还是一个传统液压的 只不过把一切都给你变得更加的说软化可能有点贬低这个车 就是更加的平易近人了 它还是一个赛车的手感 只不过这个赛车是一个能让你更加接受的这么一种方式 更加接近日常驾驶的这么一种风格 所以Lotus不再是硬核玩家职业赛车手的专属 就现在看着看着边的你 也是可以经过一定的熟悉去轻松驾驭 当然可能驾驭一台400多马力的手动挡车需要一些技术 但是这种乐趣你去驾驭它的过程是乌与伦比 一旦你能够把它成功的驾驭了 这种成就感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辆车有电子稳定程序 它在track模式下可以半观 然后你可以把它全观 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 可能下雨天可以 但目前这种非常抓的柏油上面在驾驶这辆车 现在是米其林的cup2的轮胎 它的跨温度真的已经强到了不知道到哪去 相比之前它的上一代产品 Evora那是一个非常灵活非常神经质的车 那这辆车它的宽容度真的是要强出太多了 它的悬架有更多的侧倾给你更多的信息 同时它也是能够有你更多的弯道里的宽容度 就算是你把这辆车不小心在弯道里把它扔下来了 你放心 它给你相对于比较大的一个宽容度 让你去能够很放心的去驾驭一台中至后驱的车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在平顺舒适和操控之间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静寂的平衡点 那接下来我说说刹车吧 刹车一直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它和我感受到的传统的路特斯的刹车 或者说一台合格的赛车的刹车脚感是一样的 它的初段是一个让你觉得好像并没有撞墙感的脚感 非常的循序渐进的 但是当你把踏板慢慢的踩下去的时候 它又是一个让你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制动力 这个是一个合格的跑车 不是普通的运动车应有的 而且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在非常炎热的这个山路上面已经开了一上午了 这个刹车没有一点衰减 哪怕一丁点衰竭的痕迹都没有 所以这个刹车真的没有什么存在感 有放心大胆的去踩 放心大胆的去开就好了 那所有这一切带来的这个组合是什么呢 是一个硬核的FE厂商 在现今这个年代的一个非常传统的运动车 它是V6的中置的机械增压 手动挡 前后双叉臂的一台超跑 但是这个超跑又调教的相对的更加的容易的驾驭 那在现在这个年代 电动车新能源横行的年代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它向你展示的是汽油车的那个 无与伦比无法替代的美感 这个美感不只是它的这个外观 它的内饰 还有它和你的这种思思入扣的结合的这种驾控感 还有它带给你的这种无与伦比的驾驶的乐趣 让你的心里也是美的 那对于驾驶员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酣畅淋漓的感受 那对于副驾驶可能是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的感觉 那对于车外的路人 那Emile带给你的就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丽的风景线 所以汽油车肯定还会以这样的形式再继续下去 继续做他们最擅长的事 驾驶乐趣 无与伦比的驾驶乐趣 永不停歇的驾驶乐趣 说了这么多这辆车好的地方 我们还是尽量的给它去挑一条毛病 我经过一天的试驾 我就找到了一点 就是它的整个的坐姿 好像是被原生自动挡设计的 就是它的休息踏板踩上去很舒服 但是离合器的位置特别靠右 所以当我去两个脚去换挡的时候 类似于我的方向盘在这儿 但是我的两只脚在更靠右的位置 稍微手和脚有些错位 这个是我唯一上来不太习惯的地方 但是其实开了一天以后也差不多了 所以真的Emile在现在这个年的2024年 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可多得的优秀的小跑手 多漂亮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